HELLO 大家好 我是茄子 今天要繼續來玩紅色森林的魔女 那上一次呢我們已經得到了結局1 那我看了內建復贈的攻略呢 他說結局1是隨便玩完就會得到最強得到的結局 我真的覺得很難過 我都有跟大家互動啊 然後到後來我才發現 我覺得大概應該是我的好感度不夠吧 就是我關於要給魔女的買那些書啊 跟食物會有不同的好感度 然後然後我就後來就要去看結局2要怎麼過嘛 結局2就是第七天的時候不要去讀那個信 然後我自己有試過了 結果還是跟結局1一樣呢 不對應該是說我結局1的時候就已經沒有讀那個信了 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可以進去他家裡 對所以 就是我不管怎麼試都沒辦法到結局2 所以我就重新玩了一次 我從頭開始玩 然後照著工業上面寫著的比較不錯的 不錯好感度的東西去買 然後重新破了一次 然後發現好像真的有不同的劇情 那我們就來看看囉 這邊是第八天的早上 就是我已經沒有去 就是我重新玩之後 然後一樣沒有去看姊姊桌上的信 麥酥的姊姊不在 那我們就來找他 因為如果你不找他的話 你是離不開這張地圖的 姊姊你怎麼了 望著水果欄 姊姊早安 艾亞蓮早安 歡迎光臨 怎麼了嗎 三隻過來 刀老真是抱歉 其實總是在照顧農地的姊姊 今天卻不見你的身影 讓我有些在意啊 是這樣啊我沒事的 我是身體為我擔心 我想你是來確認快遞先生有沒有來對吧 欸嘿嘿 姊姊你在思考的什麼呢 嗯有點是 你要去問阿姨了吧 我去問了關於森林少女的事喔 我還是這樣呢 連真是好奇心旺盛的少年 買包大叔的小孩的事也問過了吧 阿姨有說了 但是到處還沒有說關於森林的事 回想起前 從前往事的阿姨看起來很痛苦 所以我提不起勇氣去問大叔這件事情 呵呵呵 連真溫柔啊 我曾經不斷地追問他 結果被趕回去了呢 欸原來還有過那種事 是啊 啊 雖然說年輕不懂事 那時候我真的非常的失利啊 為了道歉我在遠方的海港買了觀想用的植物 然後隔天送過去了 呵呵 姊姊人真好呢 你們這樣說好嗎 呵呵呵 呵呵 什麼東西啊 如同之前對人說的一樣 我是西邊森林的紅色果實的大粉絲喔 嗯 我讓住在遠方港都的熟人試吃並比較了一下 我們森林的果實和市區賣的果實有何不同 他透過信件寄來的感想 上面寫著 我給的果實非常好吃讓人有幸福的感覺 喔 連村外的居民給的評價還這麼好喔 沒錯 肯定不是居民自賣自誇 我為了調查森林果實與那少女的關係 我有時候會每天去看他 喔 是這樣嗎 其實就是這樣喔 但是他完全不會動也不說話 所以我現在已經放棄了 所以說我總覺得這樣就懷著秘密也好吧 為什麼沒那回事喔 見過森林少女的人除了我之外相當少 現在已經知道的有 啊 公投說他有看到一個男人 欸 怎麼回事 姊姊你不知道公投的故事嗎 嗯 現在才第一次聽你說起 我以為很久以前就這種那個女孩 注意在森林裡呢 他還說什麼 說給我聽聽 我想想喔 公投說他看到的是 是一半身體被樹木纏繞住的詭異的男人 他說是30年前左右的士兒 在他面前揮手也完全不會動 簡直 就像我們所知的少女呢 嗯 等一下 怎麼 你知道怎麼了 我稍微整理一下情況喔 阿姨小時候的男性友人的故事 數十年前麵包大叔的女兒失蹤的故事 年的公投在30年前見到的被綁在樹上 詭異男人的故事 雖然是猜測的 把事情發生的時候順序爬爬看吧 發生的順序啊 以阿姨大叔他們是同一個世代來思考 阿姨的男性友人 30年前的詭異男人 數十年前的麵包店女兒 莫非 阿姨的男性友人 龔龔頭見到的男人是同一個人 欸欸欸欸 那樣的話 也就是說 呃呃 那就是一個接著一個喔 男孩子被樹纏了之後 少年在森林裡生活著一直不動呢 直到他眼前出現了麵包店的女兒 喔是我們上一個結局看到的 被踩在樹上的是我嗎 我們仔細看欸 那麼現在在森林裡的女孩就是麵包店大叔的 難怪他對貓貓的媽媽的名字有反應 只是有可能喔 因為還是不明白 說不定魔女只是增加了同伴 喔 不過即使猜測正確 關於果實沒問的病名也完全不知道 真頭疼呢 說來完全不明白魔女和果實之間有什麼關聯性 嗯 龔頭除了看見男人以外 還有看見其他的女孩子嗎 為了不讓他知道我去森林少女那邊 所以沒有問對不起 嗯這下看啊 有必要去問問阿姨和龔頭了呢 嗯 嗯 抱歉這樣用你那麼多時間連在工作吧 加油阿 連回來的時候我會和平常一樣準備好要賣的書 等著你喔 嗯 姐姐謝謝你 喔我可以走了 工作加油喔 耶 OK 那我們今天就可以來去迎接我們的 Ending了 找魔女妹妹 我看了公約上面他是寫魔女妹妹 看來他是年輕的女孩兒 來了來了我來了 喔 呀早安 看果然不一樣了吧 我今天沒有把我自己圍起來 總覺得來到這裡聊天已經變成每天都要做的事了呢 能讓你一點一滴的有所回應我很開心喔 也許照這樣下去 我們總有一天可以正常的對話吧 我是這麼想的 如果我們能對話我好想知道你是怎麼樣的人喔 想了解你的人不只有我喔 賣書的姐姐也知道你和森林的事情 而且好想跟你正常的聊天喔 聊聊喜歡的食物啊 喜歡看的書之類的 一起去散步做很多很多的事吧 我並不覺得你是會吃人的壞魔女 所以今後我會每天來這裡的唷 你要一點一點慢慢動起來喔 我相信你 所以 和我一起努力的話 我很開心 喔 我 喜歡你 不知道為什麼 腦袋裡不知不覺都只想著你了 工作的時候我會一邊伐木一邊想起 喜歡的書和村子裡面所發生的瑣碎事情 最近連工作以外的時間 腦子裡也一直浮現你那空靈的臉龐 那你說句話吧 我好痛苦喔 好想聽見你的聲音喔 哭哭換我哭了上次是魔女哭這次換我哭了 快點主要用個血便 абсолютно 好痛苦喔 啊 我會不會感到以前呢 快點走 都不得死了 很痛苦喔 喂! 森林著火囉! 唉唷! 失火了! 失火了! 啊! 糟糕! 難道... 喔! 我竟然換了衣服 外面好像很吵 那怎麼回事? 喵喵要跟我一起去看嗎? 喵! 全世界的人都在睡覺 小雞還活著 喔! 他只有兩聲鼓了 大雞擋在門口 鎖起來了 應該是都鎖起來了齁 鎖起來了 好! 我們直接前往火燒的森林 好紅喔 連眼來了嗎? 這... 這是怎麼回事? 是... 失火了啊 為什麼?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呢 只不過照著火勢來看 村子會有危險 是...自然發生的對吧? 沒有會下打來的雨 封印很平靜 應該不是自然發生的 不管怎樣 不清楚已經燃燒到什麼程度了 快叫村民們搬家吧 我就這樣摸摸地走過去 我感覺危險 為什麼? 已經不能在這裡工作了 你也準備一下吧 怎麼這樣? 這片森林 這片森林我還有 沒做的事 呃... 去準備吧 結局 這是3耶 所以我沒有得到結局2 我們直接得到了結局3 我們... 跟魔女告白完之後 回來正常的工作 結果森林就燒了起來 這個火到底是... 那個魔女不忍心 我對她這麼好 然後她還想要... 她想要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阻止繼續... 侵蝕人類的發生 才燒了這森林 還是... 有其他的人... 做了這件事呢?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接下來我們要試圖的去... 走...那個... 真結局 對... 最後的一個結局 我應該會先去找那個結局 然後... 之後才會去找... 第四個結局 第四個結局是... 不... 不完成... 那個... 始終哥哥的任務 但是我怕又會再次失敗 所以我還是先找真結局吧 OK 這一天呢 是我們有看性的一天 然後我們一樣要來找... 麥酥的姊姊 我來看一下她會不會是... 跟上次說一樣的話喔 目前... 還是一樣的 沒錯 這邊的話... 目前... 都是... 一樣的 OK 這邊講的話都一樣的 但是... 走出來之後這裡就有點不同了 人覺得... 總覺得腳步變沉重了呢 然後我們就真的走路變慢了 我們不再像從前那樣 走路輕快悠哉 我們... 走路... 變慢了 然後... 我們來買個東東吧 我們來買個草莓派 OK 就這樣 然後我們來存個檔 存在... 存在這邊 有 全部把它存滿 幹掉之前第一次失敗的經驗 OK 只是現在走路變慢了有點難過 好吧... 我們繼續向前走 昨天原本是可以直接去森林的 但是呢... 我們今天... 不能去了 今天已經沒時間了 還是算了 那我們就只好來認真工作囉 風頭 早安 早到臉 早上就一副疲憊的樣子 我昨晚熬夜了 睡不飽嗎?不要太天真了 你就最年輕的 振作振作 哈哈哈哈 哈哈... 是的 然後我們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就到了晚上 好啦結束了大家可以收拾囉 好...回家吧 邊收拾邊聽我說一下 喔... 明天要急嗎把裡面的路給堵上 嘿... 無預警的突襲檢查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 是上頭的命令 說是沒有人管理的水井很危險之類的 是...是這樣嗎? 所以明天要比平常更早一點來喔 拜託大家了 啊... 你是個早起的好孩子 所以我想不需要擔心 哈哈哈哈 哇...剛剛大家一瞬間一起動作耶 斧頭動作 路上小心啊 我現在已經變得走路慢慢的人了 我現在應該還是不能過去吧 今天就先回去吧 只能回家了 我感覺好久沒有見到他了喔 難過 腰真疼啊 欸...我這裡過不去 QQ 什麼回事 我竟然過不去 咚咚 咚咚 我回不了家 喔...可以了 一個以為自己被卡住的狀況 咚咚 喔...不對他是不說話的 你每天都在這裡迷路 你已經迷路八天了 喔... 他們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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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我從回舊以前 就一直看著你了 你眼中的音樂 配合著歌聲 及面向農地 蔬菜門的表情 所有的一切我...我都很喜歡 那樣溫柔的表情 今後能為我展露嗎 哥哥 這是... 時鐘 上面裝飾 以玫瑰 九窗葛 和大花 四兆花為主題 請你收下 登登 謝謝你 聽到你的心意還有失蹤 我很開心 原來你總是呆呆的盯著我看 都是這麼回事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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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那...那個...那個意思 呵呵 你太好懂了 我才是 請多多指教囉 太...太...太棒啦 哈哈哈 我超幸福的 我的心情就像是吃了黑森...不對 森林裡的紅色果實石那樣 非常非常的幸福 我知道了我知道啦 稍微冷靜一點 太好的哥哥穿搭他的新衣給姐姐了 總覺得姐姐看起來很幸福的樣子呢 以為你們兩個早就互相喜歡啊 心情跟吃了森林的果實一樣的幸福 這跟姐姐的信裡確實有寫著吃的果實會讓人想起初戀的滋味 超出負面的思想讓人感到幸福的森林中的紅色果實 她已經成熟過她的朋友戀上了森林的少女 假如麵包店的大叔的小孩也是的話 如果失蹤的理由是戀上猛人 戀上猛人 如果是身體內詭異的男性的話 戀木星 哇 蓮也原來你在這啊 現在我早就知道了 是 是什麼 啊 我並沒有打算偷看 對不起 哥哥 那傳達心意真是太好了呢 恭喜你啊 什麼嘛 蓮也周正人的心情嗎 嘿嘿 是她讓我去問姐姐你喜歡的話的 呵呵 哥哥被賣了 我已經聽到囉 呃 呃 蓮 別做多餘的事 對不起啦 別那麼喘頭上氣的 你是男子憨吧 不要因為年紀小就經不起打擊 好好地抓住我的心好嗎 是 給我有精神一點 是 呵呵 真是的 欸 明天再開始慢輸吧 我現在的話不管怎樣的時鐘 3秒就可以休好喔 3秒好像不行 10秒 很可愛欸你們 我要當你們東天當電燈泡 去你們家玩 什麼都沒有 那去樓下玩 那個信還在欸 啊 對好忘記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信了 對不對 我已經完全忘記這件事情了 給大家看一下喔 近期者 這是在 第七天早上就要看的 我有看了 但是我忘記了 沒有錄到 近期者 恩 喜愛書籍的你 報告一下你委託我調查的事 是吃了我在城鎮收穫的蘋果 以及你給我的蘋果 相比的結果 果斷是你給的蘋果好吃 這感想很直接呢 表面散發著鮮豔的光澤 十分飽滿的果實 彈性也幾號 吃一口就會有非常幸福的感覺 讓我們回想起了初戀時的記憶 其實初戀也是最後的戀情 因為現在的太太就是初戀的女朋友 真是幸福啊 然而我實在難以想像 你看過我寫的情報後 對你有什麼得意 如果是普通的居民 只會以為我在評評自己城鎮的水果吧 你讀了我的感想後 我對你有怎樣的想法很感興趣喔 如果下次有機會來東港 請務必再來我家吃飯 我使用了你給的紅色果實 準備哲品的西班牙海鮮堆飯 得著你喔 海之男 海之男 這男人究竟是誰呢 你很在意 喔 小傢伙你很在意我家女兒的事吧 總之要介意著我一直沒敢問對吧 你怎麼知道 都被 都被你看出來了 沒事了沒事了我告訴你 我女兒是因為西爾維的失蹤了 欸 西爾維 是的 某一天西爾維突然從家裡消失了 我女兒每天都會去森林打水 那天她跟往常一樣去森林打水 一邊說要去找西爾維 在那兒過了好幾個月西爾維依舊沒回來 女兒也完全死了心 西爾維對女兒是在村子裡唯一的好友 某個早晨女兒去打水之後就突然沒有回來了 那天傍晚居然只有西爾維回來 我只能認為是西爾維把我女兒身影了 然後漸漸覺得西爾維令人越來越不快 冥冥女兒不在了 看著她小油自在的活著 讓我覺得好痛苦 這下你明白為何我要把西爾維托付給你家藥劑師照顧了吧 之前 我常在阿內特過來買東西呢 對不起我當時不招大樹的心情 哈哈哈哈 小伙子還是一如既往的善解人意啊 沒事 畢竟小伙子不知道情況別悶悶不餓啊 好啦我得準備明天要賣的東西 再見啦小伙子 嗯大叔謝謝你告訴我這麼多 明天見 明天見 來存個檔啊 OK 我家哥哥哥粉紅色的女生告白了 欸 麥時鐘的哥哥是你哥哥嗎 那孩子竟然會談戀愛呢 真讓我吃驚 怎麼沒對媽媽說呢 呵呵呵 真的很好笑欸你們 一家人都很好笑 你還在 你還在悠閒 可以進來玩玩嗎 好像什麼都沒有 現在 欸 我在想說連泰迪熊都不見了 欸 是不是有一個花束 之前有嗎好像有 算了 出來出來 回家回家了 我說說說說說我回來了 歡迎回來了 歡迎回來連 今天也很累吧 來吃晚餐吧 OK 第八天終於這樣度過了 我的第八天一直都沒度過過 烈木星 角落森林的樹木 吸收了被吸收走的烈木星後 結出果實的話 感覺就能將目前為止的故事連結起來了 呃呃 大樹的孩子去森林裡面 尋找希爾維時遇見了詭異的男人 因而戀上她的話 為了確保下次的營養男人 樹把大樹的孩子吸收了 現在的模樣 即使是阿姨的男性友人也是愛上了森林少女 如果戀上了被樹殘養的人 那個人會接著被吸進去 果實吃起來任誰都有幸福的感覺 是因為那吸取了烈木星而成這樣的果實 QQ你真是聰明啊 你什麼都了解得掉 我喜歡那女孩嗎 有阿你在前兩個結局都跟她告白了 而且你還 第一個結局你還 你還變成樹了 趕快來乘個檔 因為她剛說啥 欸 喔現在是晚上欸 她現在要去找她是嗎 喵喵不要跟我一起去 可以帶花去嗎 那話說我叔叔現在在哪 她晚上都不在 喔她在棉被裡 我看到了 她也蓋得太那個了吧 叔叔還在睡 喵喵 喵 OK 我要趁著半夜去找人家玩 咕咕咕咕咕咕 啾啾啾 你們怎麼現在都不會跑出來啦 上一次的晚上是有一隻雞打在門口 我今天我還可以偷偷的去姐姐家玩嗎 不行 咦公頭怎麼在這啊 公頭也怎麼會在這 路上小心啊 什麼路上小心 現在是早上欸 你知道我要去哪裡嗎 我看 明明只是一天沒見她 卻想見得不得了 我或許是喜歡上她了 在道路封閉之前去一趟 其實被吃掉我也不在意 儘管如此 我也要持續拯救她 我來了 魔女妹妹 她就是在這邊打水 然後有一天就突然 突然 整顆樹不見了 還是只有她不見了 這是怎麼回事 我有點說不出話來 是低下頭看那個洞嗎 為什麼不見了 我會被吸進意識間嗎 我 你問我說我喜歡你 你很介意嗎 你討厭我了嗎 給你添麻煩了嗎 就算是這樣 我也想從你嘴巴裡 說聽到道別的話 我好想聽見你的聲音喔 喜歡的說 喜歡的水果 甚至裡面悶的事情 好多 有好多 有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想對你說的話 想要繼續待在你身邊 吃著麵包 想要繼續 站在你身邊 看著書 好想再更 了解你一點 繼續哭 哭不停 難過 他會從我後面出來嗎 沒有 什麼這是什麼結局 這不是結局嗎 這是什麼 魔女的決定 所以他決定 決定不要讓我被吃掉 所以這個才是他真的自己的決定 我的天哪 我怎麼不知道有這個結局啊 怎麼會有這個結局 我怎麼不知道有這個結局 OK大家 不要緊張 不要誇張 其實慌的是我 我剛剛去查了一下 那個 我們剛剛得到的那個結局 好像就是END5耶 可是他為什麼沒有寫啊 現在是真結局 我真的不應該先偷看他的是這樣嗎 好像END4會解釋一切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希望 真的可以 解決一切 OK 我終於又玩到這邊了 那 這邊晚上 原本這邊出去會看到 哥哥跟姊姊告白 但是因為我沒有給他齒輪 所以他沒辦法做 時鐘 所以他沒辦法跟他告白 我們就還是一模一樣的 有想要的書嗎 喔我剛 我把錢花光了 那我來乘個檔 商品賣完了 然後欸 所以大叔也沒跟我說 他小時候的事耶 佩姬 佩姬我想跟 你的主人說話 感覺到我空虛喔 這真的會有結局 我回來了 歡迎回來 來吃晚餐吧 第九天 點點點 我又半夜爬起來了 叔叔還在睡 怎麼辦 這邊看起來是一樣的 我好擔心喔 我好擔心會一樣喔 說起來了 我可以去東邊嗎 我永遠都過不去東邊 他又在這了 到底是什麼路上小心啊 拜託 魔女妹妹你在好不好 拜託你在 天啊我好緊張喔 在 在耶 我已經在結局室了 呀早安 今天有些事情 所以特別早到了 如果你還在睡的話 對不起喔 啊 說起來你本來就在沉睡吧 呵呵 來到這裡與你聊天已經變成 每天要做的事情了呢 能讓你一點一滴的有所回應 我很開心 也許照這樣下去 我們總有一天可以正常的對話吧 我是這麼想的 呵 如果我們能最後好想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喔 想要見你的人 不只有我唷 麥縮的姐姐也想知道你和森林的事情 而且好想正常的跟你聊天 聊聊喜歡的食物 看喜歡的書之類的 一起去殺部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吧 我並不覺得你是會吃人的壞魔女 所以今後我每天都會來這裡唷 你要一點一點的慢慢動起來喔 我相信你 所以和我一起努力的話我很開心 這跟前幾個結局說的話好像 剛才完成阻塞道路的工作也無盡於事呢 他說話了 1 C 欸剛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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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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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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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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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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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猫就回來了 然後他女兒就被 就被吸走了 不對吧 不對啊 等等 哈囉大家 我回來了 我剛剛呢 確定了一下 沒錯 我們剛剛得到的結局 就真的是那樣了 五個結局就是這樣了 雖然我沒有得到第二個結局 但是聽說第二個結局是 第三個結局 少掉告白的部分 所以其實跟第三個結局差不多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看過了 所有的結局了 但是我怎麼有一種 這遊戲我才剛開始玩 沒有結局啊 到底 剛剛那就是結局嗎 太QQ了吧 好短暫喔 完全沒有任何一個結局是 說明就是 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到底為什麼會有一個 接著一個的人被素吸收 然後吸收了他的什麼 愛慕之意 然後結成果實 然後也沒有說 那個魔女到底是怎麼 他怎麼消失的啊 最後那個結局 他讓自己爆炸了嗎 他是如何從那邊消失的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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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號啊 剛剛第 我有沒有很想說 因為我之前就是看 就是我剛剛玩第五個結局的時候 我看到的是 別人說第五個結局很悲劇 然後第四個結局 算是好結局 所以我想說第四個結局是會說明一切嗎 結果沒有 他只是說了一句謝謝你 我真的覺得 好空虛啊 我覺得有點難過 雖然他畫風很可愛 他的日常也很可愛 他的音樂也還不錯聽 還蠻適合的 但是他的 故 故事 故事啊大大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覺得我現在真的很崩潰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只能說 這遊戲裡面的角色 都怪怪的 他們都喜歡 被樹柴繞住的人 他們都愛上了被樹柴繞住的人 真的是很神奇 不過我可以說回我之前 說的就是在 我那時候公投不是說他看到的是男人嗎 我那時候說說不定他喜歡的是男人 所以他看到的才是男人 看來我們的公投大大好像 從此應該是看不出來 他是喜不喜歡男人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男的就是 那個誰啊 那個那個那個牧場媽媽 牧場阿姨 小時候的男生朋友 他被從前的魔女給吸引 所以他也變成了 魔男 然後對 然後沒想到 欸那不是代表他跟那個阿姨是同一個年紀的嗎 但是大叔的女兒 剛剛那個這麼可愛的小妹妹 他竟然 愛戀上了 跟阿姨同年紀的男人 好啦 大家的各種喜好我就不予自貧了 唉 我只是覺得 他們都挺可憐的 都喜歡上了這種怪怪的東西 而且 我重玩了這麼多次 結果居然得到這樣的結局 我真的是覺得 好啦 我們這個遊戲就玩到這邊了 雖然我覺得有一種完全沒有結束的感覺 但是 他真的結束了 天啊 這週我這麼覺得嗎 還是大家覺得 這個結局很圓滿 很完整了 我覺得好空虛阿 雖然這個 這個 這個 主畫面的音樂我還蠻喜歡的 但是 好的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可以幫我按個訂閱 最終最新的影片動態 我們下一個遊戲再見 拜拜 拜拜